Hello 各位观众老爷大家好 欢迎收看为啥换这车 今天这期对比火药味有点足 荣威RX5 Plus继续坐镇 我们找来了哈佛H6 H6可以说是中国品牌里元老级别的SUV了 销量也是有点吓人 放到游戏里就好比是GTA5 出了这么多年了 永远有人买 今天咱们就用新进选手来挑战一下 看看能不能撼动这辆国产长青树 今天我们找来的哈佛H6 是2020款的1.5T自动拨金豪华版 指导价12.9万元 外观部分其实没什么可说的 路上都看习惯了 没什么新鲜感了 圆润的前脸 多条多个的中网装饰 给人一种人畜无害的感觉 你要是不喜欢这个外观呢 那就只能等换代了 ROD大灯和自动头灯也都配备了 说实话 15万以内的国产品牌 如果再没有LED 我是真心不建议购买的 侧面真的可能是因为看习惯了 感觉都是平淡无奇的设计 配置上电动后视镜 无钥匙进入 往下看R35 55 R19的车轮 用的是紧胡轮胎 这个没有RX5 Plus的贵 RX5 Plus安排的是米其林PS4轮胎 大概1900块钱每条 有点小车吃 车尾的设计还是保持了圆润的造型 下面的两个排气是真的 不是装饰 后备箱这里我们来看一下手动打开 RX5 Plus的后备箱是电动打开 空间部分这里我们要说一下 H6的后备箱它的地台是有一定高度的 所以说你要搬大件行李箱的时候 你要稍微持着近 晚上抬才能放进去 RX5 Plus在外观上采用了最新的 叫参数化设计的理念 通过计算对外观的造型进行了优化 所以整体看上去还是非常协调的 当然我们之前也提到了 荣威全新的国潮设计理念 就像我们中国的一些品牌 比如李宁和华为 都有自己的国潮产品 荣威的国潮设计放到车上 还是非常好看的 新的石标扁平化处理了 画帆为简 这也是现在很多设计师大佬们正在研究的课题 中网上面的元素叫做熔林纹 整体的一个设计语言叫做律动设计 所以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的中网处理 看起来都很大气 视觉效果也要比H6更好 运动感也更强 大面积的进气隔山配合矩阵LED大灯 颜值非常高 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车头镀隔没那么多的 配置上RX5 Plus除了自动头灯 还有转向辅助灯和语物模式 功能比较丰富 千万别小看这个转向辅助 晚上进小区停车或者挪个车位 帮助真的非常大 侧面我们来放个尺寸对比 虽然在长宽高上面 RX5 Plus不占优势 但是轴距要比H6多了一点 对于紧凑型SUV来说 每一毫米空间都合理利用的话 那么整体的一个乘坐空间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那么外观部分后来者居上 RX5 Plus的全新设计我认为是非常成功的 另外配置属实也不低 连电动后备箱也都安排到位了 开关后备箱姿势还是非常优雅的 好了 那么外观就说这么多 下面就是内饰了 咱们先看H6 H6的内饰采用了这种贯穿样式的设计 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你人坐在车里边 会觉得这车很宽很大 再加上前面板这个金色装饰条 档次感还是有的 配置上全液晶仪表 多功能发放盘 定速巡航 换档拨片 这里9英寸中控 全景影像 电动座椅这些都是有的 不过座椅加热是需要选装的 座椅的椅形还可以 坐上去之后包裹感还不错 不过我感觉我的肚子是往下陷的 其实我个人喜欢那种比较硬一点的座椅 太软的话 开车开时间长了你也累 不信的话 跟我一个重量级的选手们 你们可以试一试 RX5 Plus的内饰 整体布局 我觉得要比H6更简洁 而且用料很下本 使用了大量的皮质覆盖件 视觉上看着舒服不说 触碰起来也都是软软的 座椅这里呢 椅形很好 坐着很舒服 长时间驾驶呢 累的也不会那么快 配置上两辆车也是各有千秋 但是这辆车的斑马系统绝对是加分项 好多人买了车之后 语音系统是从来不用的 主要原因就是车机坐太刺了 语音识别反应迟钝 有这功夫还不如自己动手呢 但是这辆车的语音交互 我觉得是非常好用的 尤其是在你开车的时候 你想干点什么 车机确实能帮上忙 90秒的连续语音交互 在别的车上我还真没见过 我们再来试一下两个机位 同时拍 不加速 咱们一刀不剪 这里我们应到底 你好 斑马 你说 今天天气 北京天气 打开主驾车窗 打开副驾座椅加热 好的 副驾座椅 导航到内蒙古自治区 莫利达瓦达沃尔族自治齐尼尔基镇 好 找到多个内蒙古自治区 莫利达瓦达沃尔族自治齐尼尔基镇 要去第几个 这样的语音交互 可不可以给好评 第二一个点可以给好评的 我觉得是这辆车的真皮方向盘 手感要比A车6好 方向盘作为你和一辆车接触最多的部分 能做多舒服都不过分 A车6的方向盘虽然很大 但是手感一般 RX5 Plus在你经常摸的地方 还做了打孔处理 在细节上拿捏的比A车6到位 不过内饰在配置上 像换挡拨片是RX5没有的 那么乘客空间 两辆车我们也进行了对比 都调到适合我的驾驶坐姿 RX5 Plus 我的头部空间 第一排还有四指的距离 H6头部空间也有四指的距离 第二排 RX5 Plus 我的头部空间有四指距离 H6我的头部空间有两指的距离 RX5 Plus 腿部有超过两拳的距离 H6腿部也是两拳多的距离 动力部分 我们今天找来的H6搭载了一台1.5T发动机 最大功率是169匹马力 峰值扭矩是285牛米 匹配的是7速双离合变速箱 从账面数据来看 这个动力是基本可以满足家用的 不管是超车还是急加速 窝轮的介入也很快 油耗 我们这两天平均油耗是百公里9升左右 悬挂部分 这辆车使用了前麦布逊 后双横臂的独立悬架 我觉得整体的悬挂调校 是偏硬的一个状态 对于一些震动的处理感觉不够到位 尤其是在过紧速带的时候是最明显的 那么NVH这里我们也用噪音计进行了测试 这辆H6在时速60公里左右的时候 车内噪音是72到74分贝 风噪感觉有一些明显 不如RS5 Plus 不过也受限于这个价位 整体的一个表现还算是说得过去的 来到这辆RX5 Plus 1.5T发动机 173匹马力 动力 日常家用是完全可以满足的 油耗表现呢 也控制的非常不错 相比于1.5T的H6 这辆车现在的一个表现油耗呢 是百公里8.9升 我们这辆车呢 总计里程现在是3299公里 相当于是在一个磨合漆 要是出了磨合漆的话呢 油耗表现我认为会更好 前后独立全挂 调校的相比H6更舒适 操控呢 也比H6更能让人得心应手 7速双离合变速箱 在这辆车上几乎是感觉不到任何顿挫的 刹车呢 也得益于米其林的高性能轮胎 这个轮胎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单条价格将近2000块钱 4条就将近8000块了 不得不说 在行驶品质这里 荣威还是下了功夫的 恩外一致呢 我们也对这两台车进行了测试 那么这辆车呢 就算是在时速80公里左右的时候 噪音也可以控制在70分贝以内 那么整体来看呢 RX5 Plus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可以看出来 自主品牌的车型 在这几年奋起直追 不管是外观设计 高科技配置 还是咱们常挂在嘴边的三大件 中国品牌跟合资的差距也正在逐渐缩小 比如这辆RX5 Plus 敢称自己叫国潮 通过对比 我觉得这辆车是无愧于这个名称的 除了名字 一些服务也有所进步 比如说荣威给到车主的三大终身权益 包括了这个终身免费基础流量 终身免费保养 还有终身的原厂质保 这些都是实打实给到消费者的 我相信以目前国产品牌的实力 应该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好了 这就是这期的为啥换这车 咱们下期再见